中秋连续假期理想大地度假饭店28号住房率达到8成 同时推出了风味中式餐厅金牌烤鸭 适合家族聚餐 而花莲乡亲还可以享有独家的优惠 风之谷园的部分也提供非常多优质的体验游程 中秋连假许多民众来到花莲游玩 而在餐饮的选择上 理想大地度假饭店也推出了 风味中式餐厅除了金牌片鸭之外 适合家族聚餐以调味丰富繁多 口味清淡著称 中餐厅提供了烤鸭餐 花莲乡亲还能够享有八折的优惠 风之谷园园的部分 也都提供了相当多的优质体验游程 今天是来体验这个 对 很好玩 中秋连假目前 其实现在大家也知道 国旅的部分 其实大家现在说走就走 所以地方非常及时 那也确实在国门开放之后 那其实大家到国外的几率也蛮高 可是今年中秋节 我们饭店这边住房率还不错 在29号 30号这两天 刚好碰到礼拜五跟礼拜六 所以我们住房率大概有八成五 那当然礼拜天那一天 大家可能就是在收价了 那一天大概有 大概五成多 接近六成 那总体而言 以东部现在这么多的民宿 这么多的五星级饭店来讲 那其实在29跟30这两天 住房率八成五已经算是不错了 那在风之谷游园的部分呢 那我们原本的入园的部分呢 是350块 那中秋连假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只要250块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来到理想大地这边呢 可以用餐逛一下 买个中秋节的礼格 然后也可以到入园去体验一些活动 不管是射箭 钓鱼 DIY等等 这边活动都非常的丰富 风之谷自然生态公园 位于理想大地度假饭店正对面 是全台湾唯一饭店内 拥有万瓶以上自然生态公园的度假圣地 公园内河道贯穿 可以搭乘生态足阀 一览园区内精彩的自然风貌 也可以和家人每人一手钓竿 体验亲子钓鱼的乐趣 插树森林内的孔雀 以及黑天鹅自然放养散步于其间 绝对可以让你跟家人 度过一整个快乐的时光 记者林杰收工箱采访报道